作为台湾四大职业围棋赛之一 第十四届棋王赛 进入到最后七战四胜制的头衔挑战赛 有在循环圈豪夺七连胜的林军燕 挑战上届棋王许浩宏 尽管两人上次在有试杯十段赛的五番赛交锋 许浩宏以三比零胜出 但这次的七番赛 他完全不敢大意 像前两次下棋王头衔赛 都是先经过漫长的循环圈 那这次等于是直接下头衔赛 所以我觉得可能第一盘 对我来说会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可能要先适应一下 因为我在七番其中已经输给他两次了 这一次不希望再输了 这次棋王学七盘之下来 我觉得算是我可能职业射牙里面 发挥的算是最好的 接近最好的一次 希望这个状态可以延续到 接下来的比赛 循浩宏目前同时握有棋王 石段 海风碑 国手 骑胜跟名人等六项头衔 不过他近几年两次在七番赛吞败 都是输给了林军燕 所以这次林军燕也想延续气势 除了要夺回睽違两年的期望宝座 也希望能够累积积分 让他有机会参加明年的杭州亚运 一般运动员来说亚运或奥运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舞台 上一次的围棋季亚运也是在201年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 就是我非常期待可以参加的一个比赛 对对对 因为不确定说我这次没有雪山的话 不一定下一次的围棋季亚运是什么时候 想要拿下亚运资格 林军燕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期望赛第一战经过七个小时的厮杀 他在中盘一路守住优势 最终成功击退许浩宏 拿下今年对战首胜 也在期望赛七番胜负的第一局 取得1比0的领先优势 我来提议台采访报道